機管局在年中說 赤立過機場現時的兩條跑道 航班升降量將會在2020年之前飽和 機管局提出其中一個解決方案 建議耗資大約一千億元興建第三條跑道 機管局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 一共收集到二萬四千份建議書 七成三人贊成興建第三條跑道 而另一個方案 即是不興建新的跑道 改以二百三十億提升機場設備 就只有一成一人支持 機管局已經向政府提出爭建第三條跑道 並且希望政府批准機管局進行環評和設計工作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胡凱文報導